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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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翔是一个强装乐观的悲剧人物 您是如何成功做到抹去身上的喜剧色彩 让大家进入角色的呢 我觉得这个导演特别聪明的 就是说他恰恰用了我们这些人的那种幽默 然后去讲了一个很悲凉的故事 悲剧戏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戏的最高境界吧 在塑造王翔这个角色的时候 有没有给他做一些特别的设计 我可能做了一点什么方面的想法呢 就是别顺着来 别顺着演 他经历的事太多了 太苦难了 然后你如果顺着演 那可能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 那这样呢 不是王翔的性格 而且这样的戏演起来也不好看 那我就采取了一个比较相反的方式 跟儿子吃饭的一场戏 哪怕是在一个梦境里头见到儿子 如果那么顺着演也会泪流满面 我呢就是不管儿子哭成什么样 我演的时候我都要强忍止眼泪 顶多有一点就忍不住的港业而已 这回吧 肯定给那个交代 剧中是三条时间线来回切换 那当时在拍摄的时候 为了表现它的不同时空里的状态 您在表演是如何把握的吗 就是比如说97年 是一个妄想 心里有底 然后那种佼佼者那种感觉 到了98年它就有危机感 面临着即将下岗 就懵了 到了16年刚才我也说了 所以我们就把握住了 这三个时间段的基本的情绪底作 这次剧中也是戏舞云集 一群实力派演员在一起碰撞和拍戏 是什么感受呢 大家现场有没有什么即兴的碰撞 这次即兴的这个妄想不多 因为妄想的心思太重 即兴这东西需要放飞自己 反而妄想在97年的时候 记性的好像多了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很放松吧 心里有底 叫儿子读诗的那样 说怎么做诗 吹起小喇叭 那都是给导演在现场碰出来的 但是剧本里面有的 还有包括那种跟媳妇 媳妇说要到厂医院拍个片什么的 或者拍什么片拍片 赶紧拍黄瓜吧 这东西都是记性的 这次与秦浩老师对手戏也特别多 他在剧中的形象和以往反差特别大 然后与他合作对戏下来感受是怎样呢 我跟秦浩我们是老乡都是沈阳的 我因为没见过他这个老年装 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 开始拍的时候是 两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头 近在咫尺 脸上的坐的那种橘皮的那种感觉 包括打肚子 那种油腻感 特别穿神 跟这种好演员在一起合作 我确实就是有点那种信用灵犀的感觉 就是梦想跟公标啊 他有几个阶段 里面刚开始 纯粹就是一个老司机 又是姐夫的这一个老大哥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我呢 在气势上一直压着他 结果你啥意思啊 啥意思 动动脑子 可是到了这个小路出了事之后 我对他就有那种愧疚了 一下就变成了我在他面前特别弱势 小路谁多大啊 婚还没结呢 这辈子谁管他啊 我管 你管个屁 就是我们俩事先没沟通 一下就全有 他的强我的弱 一下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阶段的人民关系了 就是确实就 信有灵犀吧 截止到目前我们豆瓣涨分 PT9.2 作为演员来说 是一种什么感受 同大家的 就是包括豆瓣的评分 包括朋友们之间的电话联系 什么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戏的美丽了 有一天我睡个半夜 突然一个我们圈的一个女孩 就是给我发了个语音 打开语音 就开始哭上了 就是王翔站在桥上 呼唤着儿子羊 把他给哭坏了 你说能让一个干这行的人这么入戏 就可见这个戏的魅力了 剧中王翔大部分戏份的情绪都比较平淡 不是那种需要情绪大开大合的表演 会更加挑战和难打捏吗 对 他心里的事太多 可能别人哈哈哈哈一说就完了 但是他可能就是在心里都要翻好几个字 这种平淡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张力 反而比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戏 让演员觉得更加过瘾 过去几年 大家经常会说什么演技炸裂 标系这样的词来夸赞演员演技好 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其实我对这种词挺反感的 这个炸裂 首先它夸张 炸裂的也不是演员一个人的事 你作为演员的再大能的没有好的角色 没有好的人物性格 没有好多东西的加持 你做不到炸裂 首先炸裂很夸张 啥叫炸裂 就是你演员能把感受严准确就很好 演员个人对这俩子时刻保持清醒 别觉得自己真炸裂了 标系这个词我也不太喜欢 他不像拳击手上去裁判一喊 开始俩人打起来了 不是那么回事 戏搭好了是一个共赢的节目 所以我觉得就是 其实在演员跟关系 没有什么标系都标系 演员会有一点说 就是别拉胯 别拉胯 别跟人家搭不上 别掉链子 所以就是说 可能别把这事 那么简单的堪称什么炸裂和标系 最后再给我们案例一下 漫长的季节 以及后面值得期待的地方 通常一个好戏 尤其那种高分的好戏 最怕的就是烂尾 我保证我们这个戏特别有后劲 而且有你们一想不到的后劲 咱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